好,再來介紹AI3000如何設定它的Tone 也屬稱的類比碼CT的功能 那設置設定就是說讓我們不會被別人干擾 那設置方式就是我們先調整好我們要的編大 調整好之後呢,按Menu鍵 進去之後呢,那我們上下選擇我們的選單 選單在14、15的部分呢 就是它的14是接收的CT 15是發射的CT,可以看到14跟15 那我們兩個到做設定的部分 那我們先設定14,設定14的部分 那Menu進去 摩尼亞音頭,那我們上下選擇 假設我們選擇67.0,好的 那Menu確定 好,上方就多出一個CT,有看到嗎 上方多了一個CT,有看到嗎 好,那在Menu 好,就是可以選擇67.0之後 那我們設定15,它就也設定好了 那如果要不一樣,也一樣可以上去做調整 那只要確定之後 我們接收跟發射14、15 都有設定好這個CT之後 按EXIT退出選單 這時候我們的螢幕上面就多出一個CT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發射就會帶著CT的功能 那人家沒有開CT的 它一樣收得到你的訊號 可是 它發射過來之後 它的訊號會被我們過濾掉 就不會有聲音,不會那麼吵 那解除方式也一樣 Menu進去之後,上下選擇選單 14 進去之後呢,Menu進去選單 然後按上下選擇off 上下選擇off之後 Menu確定 好,然後退出 CT讓上面消失了 這個時候就回歸到我們的一般頻道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 大家一起共用這個頻道 就是它不會沒有過濾到任何人 大家都可以去做收發的 好,謝謝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接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喔